欢迎收听博士来聊节目 你好我是秦柔 在今天早上呢 我们依然有嘉宾主持的廖朝级博士呢 来到现场呢 跟我们一起博士来聊 而今天呢 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跟华文教科书的马华文学鉴赏班 这个线上的活动有关系哦 廖博士 对这个活动呢 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有注意到网络上 突然间兴起了一大群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分享他们在听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讲座 我一看哎呦 竟然是一个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 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 而且他们1.0做的时候呢 已经掀起了一股热潮 现在要做2.0哦 是而且他们的这个活动对象呢 就是这个老师 国中老师跟读中老师 但是呢 后来也就是开放给所有热爱马华文学的 这一个一般的公众或者是学生呢 都可以参与这个线上活动 当然这个线上活动呢 是付费的一个情况了 还有在这场活动当中呢 这个主办单位呢 有两个一个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还有马大中文系 而这一次今天可以跟两位嘉宾呢 分别就是一位是诗人林建文 待会我们会跟他在现场做这个谈话的 而另外一位呢 在线上的就是这一位 以保师范学院的中文讲师 然后也是本地的马华的创文学的创作者 周锦聪老师呢 透过这个电话连线来首先给我们介绍 这一场活动的 周老师你好 廖博士你好 那还是不能免俗啊 因为这个活动现在办得如火如荼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很理解 其实你现在的这个2.0的这个活动呢 他的整个模式是怎么样的 哦现在2.0其实我们呢 啊主要是开放给 啊原本我们是鼓励读中老师 但是啊其实很多旧的学员 包括1.0的那个国中和啊 华小的老师都来报名 所以目前啊到昨晚 只有3301人来参加啊 所以可能的呃没有像1.0那么多 但是因为主要就是独中老师比较少吧 啊跟国中老师和华小老师比起来 这边用国中跟独中老师做一个分类 是因为这个呃所列出来在课程上面 所学习的这一些呃马华文学 就是在这课本上面的一些选读的文章对吧 对啊因为呃所写的篇章是呃不一样的 所以呢就必须啊就是其实是这样的 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想啊 既然是办那么就希望的各源流的 我们都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考虑到 好有了办 所以啊就有着一个2.0的这个 这个举办 周老师可能还是要先请你先 大致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源起 和之前1.0举办的情况 好行啊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啊就前了一路来 我们都推广很多的文学活动 啊尤其我们有一个生根血作班 已经办了三四年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不过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的关系 啊我们就这一今年我们是停办了啊 啊那么呃我们的会长就是潘毕华博士呢 他其实有发现到如果作协在整个行动管制令呢 是完全禁止的话呢 这个组织的那个很快会被人遗忘 可能也有人不知道怎么去作协了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啊那个 我们作协的理事都有群组 那么潘老师呢就在群组里面有提出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潘老师注意到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呢 都有揍录了很多马华作家的作品 但是呢相关的那个赏记的评论呢 是少之又少的 啊因为呢假如古诗啊或者一些古文呢 啊你上网随便打一下 应该都一大堆资料出来 但是呢马华作家的这些作品 我看可能你可以找到言文就很幸运了 所以呢啊相比起来呢太少资料了 所以我们想要协助中小学老师呢 能够去理解这个马华文学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也提升这个读者的一个鉴赏能力 所以呢啊有点出乎意料的就是 除了老师之外原来也有一些公众人士呢 是报名而且很积极的参与的 啊我我我记得我们的1.0啊要结束的时候呢 我要去联系那些比较 在我们群组比较啊积极回应的一些学员呢 来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呢 其中一位来自沙拉越的那个参与者 第一名是一位商人 然后呢他 啊他我们也我们配合这个活动其实也出了一本 啊教科书上的那个评论题就 也是我们啊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三本自己住宿的或者编住的一些新书 我们希望呢啊就更多人来支持马华文学 这样子呢这条路呢就会越走越宽敞 然后啊整个马华文学会 会分成五个场次进行对吧 对对我们会从啊9月18日一直到10月16日 每分星期五是从8点半到10点半这段时间来进行啊 然后你每一次的这个一个场次就会请来两位 就是会见赏啊或者是赏息两位作家的这个文章 对然后两位作家里面会有各有两位那一个 啊啊老师来啊老师来啊老师就啊会有 所以总共有四位老师会参与 然后呢假如做的方便呢我们都会请他们上上来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创作历程啊 所以啊像昨天呢赖国方老师的分享很多人都很喜欢 因为他啊祖母跟祖母的那种关系 然后呢从里面呢就去啊追溯自己本身的那个 啊例子就是说来自哪里啊这样子 然后呢他其实是一封家书 在整个阐述的过程中呢 其实他是给孩子希望孩子了解呢本身的那个啊 那个文化的源头 啊因为其实很多小孩子你问他什么人他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习惯了啊 啊其当然我们这个新知道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在文化方面呢啊 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去确认自己的一个文化源头呢 我觉得这个啊能够并存的话就是说自己作为马来西亚人的那种认知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文化生源的话相信呢对自己啊我是谁这个特点呢会更加的了解啊 然后呢更加活的有自信有尊严 嗯是的周老师我相信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这个马化文学或者是文章的时候 我们读者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个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会有自己的一个诠释吗 那这个作家或者是作者本人他现身说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创作动机 或者是他在整个创作这整个时空脉络这样子 其实我们对于这一整个文学的这个作品呢就会有另外一番更深刻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上回来呢我们再请周老师呢跟我们说一说 哎这场活动的这个报名方式啊还有这个嘉宾阵容还有谁 我们稍微来再跟周景聪老师继续聊 行好谢谢 收听博士来聊节目你好我是金柔 在今天呢我们谈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和马大中文系所联办的这个华文教科书上 马华文学作品鉴赏班2.0有关 而在线上跟廖朝鸡博士对谈的呢就是由医保师范学院的中文讲师周景聪老师 青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周老师讲他们在线上办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局面 怎么说呢就说他们原来以为说哎呀这个其实呢就是为了要刷存在感怕这个mco 如果那个生根文学班不办不办的话好像做些在这个mco的阶段呢就少了一些活动跟曝光率 而后来他发现到哎把这些活动移到线上以后呢无意间呢就开拓了很大量的这个听众群 这其实啊周老师我很想跟你说你刚才提到那个商人朋友的故事哦其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其实很多朋友们内心里内心里都有一颗文学的心 或者是渴求这个马化文学的养分 但是呢不知道可以从哪里去汲取 而且马化文学跟我们是有一种比较比较贴切的关系的 他的写作的题材啊他的那个所用所使用的语言啊 像我自己就是读中的那个学学学生嘛 以前我们就有收录一些马化文学的作品的确正如周老师讲的 当老师在带我们的时候他只能带我们朗读一遍 过后他就不能够再往下深入的跟我们剖析 那这次我觉得你们这个鉴赏班很特别 你们把作者给请出来 我们都知道一般上作者都比较害羞 写完书以后呢 他就可能说啊卖书的事情就就就让其他的人来做 而这次呢周老师你们的规划里面 把作者都请出来 无意间呢也让我们知道了 每位创作者创作那个篇章的动机 他不当是能够提高了对于那个文章的深度的认识 而且也让我们有一些感性的接触 所以啊老师我要请你先跟各位听众 给一点福利给我们案例一下 这一次的2.0的阵容有哪一些 啊这一次2.0 其实我们主要啊就是有一些啊大专学院的啊老师 就是再加上就是啊作家朋友组成的啊 啊像大专学院的就有康宾华博士嘛大中文系的啊 啊然后蔡小林博士啊然后还有啊 啊要博士的同事就是啊经纪员的吴燕玲博士啊 啊拉曼大学的黄莉莉博士啊 啊还有就是啊玻璃士大学的一个刘亚离博士 那作家阵容啊就有今天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啊 啊诗人林建文 刘玉龙啊还有张尤蕊啊 啊啊所以呢是啊还有呢我们其实除了这之外呢 还有一些研究生就是啊马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来参与 那这个呢主要其实是我提议的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到我们在啊那一个研究那一个啊 啊梁智庆老师的同事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位研究生是研究他的同事 所以啊他就是啊我们的那个啊啊 请他一下子又忘记他名字啊 记得记得啊文艾蔡文艾蔡文艾老师啊 所以啊就是然后呢就这样子发现到呢原来很多研究生都在研究马华文学也把他们一起请来了 所以呢所以呢主要就是这三大阵容组成的 嗯那那个这次的讲题的规划有分成哪里几块吗 这次讲题的规划我们其实是主要呢我们啊会有分成高中和初中的那一个啊文章 所以那么尽可能呢就是啊给他多样化就是嗯啊差不多是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作家啊 啊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啊不同的作家当然有一些已经去世的作家我们看到那文章很好也是有分析好像上一轮到这一轮都是会有啊 啊所以这些作家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作者现成说法但是呢啊我觉得啊不能因为这个因素就不不去分析这样的文章啊啊 嗯周老师你刚才有提到在1.0的时候呢你们收到了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学学员们的热烈的回应啊但是我蛮想知道的是老师们他们对于参与这种线上的这种分享他们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呢 呃其实我我那时候这一个1.0呢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联系就是啊老师们来分享啊因为我们在群组里面有几个老师常常我们一留言他们就会回应啊然后我注意到几位那其中呢有一两位呢是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太感动了我怕我说到哭啊 哈哈哈所以呢啊然后呢啊有几位呢在线上分享的都讲得非常的激动因为呢其实我们推行的时候是在行动管制令但是呢推行了几个星期后呢学校就开课啦所以呢老师们其实要来上课就蛮挑战的因为原本在家上班呢啊时间是比较容易安排 那么现在呢一回到家就要来上课啊但是呢有一些老师从头到尾一次都不会调过而且是从头啊跟着我们到尾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所以啊陈队友老师留言说这个活动呢一定要一直办下去不能够停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二景零后呢今年会暂停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准备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彩排的哦 其实原本彩排是这样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我们是说啊第一场的彩排就好吧接下来就不需要但是呢彩排过后发现蛮多 很多问题的包括有时候时间太长啊或者是啊那个角度不对有时候我们啊没有没有真正呢使用这个线上的讲课的方式有时候做的时候呢会挖一边啊或者是头呢一半看到一半看不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或者光线不足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慢慢去讨论呢去纠正过来所以呢后来发现一定要彩排所以我们2.0我们也是一样都是有彩排的每个星期 啊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就彩排然后呢彩排过后假如非常大的问题呢私下呢还必须在就是两位老师继续啊星期四在彩排所以呢我们是非常经过非常认真的这个排练所以呢2.0后呢我们就觉得今年一定要先休息了 啊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过程要在准备分析的过程中是必须大量的阅读和消化这些作品 那么所以啊我想明年什么时候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根活动呢是生根写作办事我们接下来会重点的一个活动 所以可能会等这个活动告一段落后啊明年啊哪一个月啊我们再来继续啊 是从周老师的分享我们就知道其实老师们跟作家们都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心力到这一个活动里头去啊这个活动而周老师是上线是450人对吧 啊对对上一次有这样说然后我们有另外50位是嘉宾啊像我们做鞋的理事啊所以呢差不多是等500人的参与 是而且老师说啊这个这个可能是做鞋好马大中文系就是这今年度的一个大型和重度啊重重点的一个活动 所以大家就要把握这接下来四场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活动的机会啊那老师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兴趣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他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取得这个报名的链接呢 啊报名链接我们主要是放在做学的脸书群组还有马大中文系的脸书群组 这两个是主要的链接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啊马华教科书上的啊文学赏气班的一个脸书群组也是有这个链接 不过这个一定要加入才能够参与目前我们这个群组有超过1000位主员啊 是那请问这个费用方面又是如何的呢啊费用呢其实讲到费用 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很廉价的上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收50令吉罢了因为呢我们看到蛮多线上活动其实是免费的 但是我们就讲我们还是坚持要文化要付费不能够什么东西都免费啊 所以我们就由作节来倡讨文化付费吧就我们啊就先50令吉看看是一个水温结果反应那么热烈啊那么我们在啊总结之后呢我们第二次的收费呢我们有稍微调一点就是我们是收啊80令吉 所以是一人80令吉然后可以参与连续五个星期的这个课程啊参对然后参与课程后还可以得到所有的课件就是我们老师们做好的所有的课件他们都都可以分啊能够分享出去 然后呢他们我相信这尤其对老师教学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是这个星期才听到这个活动分享嘛那是从上下个星期才开始参与那这一个星期的也就是昨天的这一场的活动的讲议啊等等的这个资料会不会再补寄给他们呢 会的会的这个是其实我们1.0都是这样处理的1.0因为那时候我们啊第一次用zoom呢办这个大型活动 其实我们开始只收400人但是呢很多老师要进来然后一直要求然后呢我们就说啊这样吧你们过去的我们就啊把课件给你 然后呢你就报名啊然后啊他们都很乐意所以有一些省事在我们上了三四堂课后才进来的都有啊然后呢他们的都觉得值回票价 啊因为呢啊我们啊就是做足所有的准备功夫还有这个作者的现身说法加上这个课件啊 所以啊有一位老师甚至在星云版他讲是超过那个票价了 嗯所以从老师分享我们都知道这一场活动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尤其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方向去看可以怎么去更好的去表达或者是传达这个有关马化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工作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陈其真的失败者的飞翔收回来我们再跟景聪老师继续聊 今天的博士来聊呢我们请到的是周老师哦我们前面两段都谈到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工作坊而且呢就是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虽然说目前的那个预定人数是500了我相信可能很快就要突破的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现象里面啊也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读者群其实是有待开发的 而mco其实呢我们常谈到一种新常态的生活模式哦 或许这就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种新常态的一种经营模式 而这种经营模式呢可能也让更多过去呢 想要寻找马来文学的踪影总是要到书店去找也比较难 或者是离开了这个学堂以后离开了学校以后再想要再去阅读也也有取得的那个困难 可能借由这样的一种线上分享的方式呢 无意间呢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哦 我不知道周老师在经历了这个1.0的热烈的热捧的期待到2.0的时候呢 是否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现象呢有一些共鸣呢 对对 对我非常认同其实做一些运营的我们在办文学活动呢 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也是在培养读者 因为你作者在多角度没有读者是很可悲的啊 所以好像我们的前两任的会长啊 叶娇他常常提倡办文学营中学生文学营 因为他说这群中学生就是我们未来的读者啊 他们未必要成为作家但是我们希望他至少是一个读者啊 这样子一个文学呢 的培养读者怎样去培养他肯定要对文学有兴趣 对啊 在我们这个建访班呢 无情中呢 他也引发了很多这个老师还有公众人士对这个创作的兴趣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活动中我们啊 好像有一次我讲完啊 啊分享完我我本身的作品就是也收入在这个教科书里面 然后也成为一位啊受要分享的嘉宾 然后啊然后呢当天我其实也分享了小曼的诗歌 然后我就要求他们写跟时间有关的同时 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分享啊 结果呢那个参赛的反应蛮热烈的 大概啊三四次的三四次的学员来参加啊 所以呢他们其实在啊读了作品后呢他一定会有一点感想啊 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建赏的能力的一提高的话呢 他不只有读者可能呢接下来也会有作者啊 啊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步工作真的是非常需要做啊 啊假如呢啊老师们因为马化文学资料少而跟节省缺少分析 所以我相信呢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老师们更加认识马化文学 也可能会更加乐意去推广马化文学 那以后呢作家们啊在创作的时候呢就不愁没有这个市场啊 所以呢接下来啊是接下来我们其实啊如果作者愿意上来分享我们都尽可能问他有没有一些书可以卖啊 然后呢会在那里面做一个推荐 所以老师们的这个模式还是很跟得上潮流啊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直播里面要带货 所以我们请作者上来分享的时候也要带货而且带的这个是好货 而且我觉得老师就是你应该有注意到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一种呃阅读的动态化的一个形态 过去我们把阅读呢简单的拆解成出版 然后贩卖然后读者静态阅读吗 然后你可能从这个活动里面你发发现到读者们可能更加期待的是类似这种活动式的动态式的阅读 对对肯定是这样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1.0结束后呢我们也有办了一个上一就是一个推荐礼 就是我们啊上一届马化作家就是必成他的啊作品集啊 就是那个小说集啊那么那个小说集呢我们让他分享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创作历程 然后呢啊那个我们的现场班还有公众人士是免费参与 而且还有送他们一本刊物绝火啊结果呢报名很踊跃 然后呢分享完了那本书呢的销路超过40本啊 其实历届的这些马化作家的那个啊马化文学奖的得奖者的作品呢 我们印了进去之后呢其实销路都不容易啊 然后但是呢单单一场分享会我们就销出了40多分 所以这个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啊 所以我想这一个更多的这种建商的分析然后啊 然后有一天马化文学如何可以想卖鱼这样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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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我想这样子作者创作就会有胜利 没错没错 而且作者呢都是寂寞的 写作过程本身就寂寞 然后写完以后呢 总是希望有一些回想 然后有一些共鸣 所以这次可能请老师点几个例子 就是作者们在分享 或者在参与这个活动后 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种形式 有那么多的感动呢 所以其实主要呢 就是因为作者的一种现身说法 好像我们请到王润华老师 来分享他的那一个 就是有什么解一篇 我们叫做语树 原来呢他是通过语树呢 要带出华人的那种身份 其实语树他是从外外国呢 一直来马来西亚 然后在马来西亚呢 就很好地去长 尤其是在太平 我们都可以常常看到 很美的那个语树 古老的语树 然后呢 就讲到本身华人的那种 其实我们也是很多是 我们的祖先从中国来 然后我们这块土地上呢 也是这样语树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成长 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种分享之后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创作是那么特别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好像冰谷老师 他分享他社交的那个过程 那篇文章是叫做两颗项子 一个就是写他 一个就是写他的妹妹 然后就写他们的命运 是如何的坎坷被逼迫 会学 然后呢 提早去到交言 然后又被百般的去剥削 就是以前呢 你帮人家课教 他们有各种方式来剥削你的 所以听到那些故事呢 其实很多老师没有想到 哦 我们这些前辈们呢 他们以前的生活是那么苦的 因为现在呢 其实整个大环境在改变 我们是一代比一代好 是 那么在这一代比一代好之以后 如果我们没有回头看呢 可能就会珍惜 反而呢 有过呢 吃太饱就没等到 每次做就做无聊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这些老师 一个一个的分享里面 你们可以知道呢 哦 原来呢 这些作者 他们写的这些东西 都有寓意在那边 好像那个 冰谷老师的两颗像子 就是象征着 她和她妹妹的命运 她妹妹后来已经是 她说对就难缠而死 所以 当我们在线上听到 这样的一种分享 真的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呢 有一些东西 它其实是没有在 作品上透露出来的 我们 如果没有线上的分享 其实很多人会问 你们妹妹怎样了 她讲已经上十多岁就 嗯 是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周景聪老师 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活动呢 就是华文教科书的 马华文学建赏班2.0 下一个小时回来呢 我们会有林建文 他是一名诗人呢 跟我们分享更多 有关这个活动的详情 再次谢谢周景聪老师的分享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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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继续收听 博士来聊节目 你好 我是清柔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上个小时呢 就跟周景聪老师 就对台了嘛 那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由马来西亚 华文作家协会 和马大中文系所联办的 这个华文教科书上的 马华文学作品建赏班2.0 而这个小时呢 我们就请来了 其中的一位主讲人呢 他也是一名诗人 他叫做林建文 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我要跟着建文兄的语调和语速来说话 因为寻找一位诗人是不容易的 打捞全马都捞不出几位 而今天呢 能够让这个建文兄在我隔壁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但是我就还是想问建文兄几个比较隐 私隐度比较高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读者 作为一个当代人 作为一个在MCO困顿 难以伸展自己身体的人 诗能够带给我什么呢 我觉得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讲吧 诗它其实只是文学里面的某一种语言 它其实它透过了那个文字的这个 作为一个大家彼此沟通的一个工具 诗是三大文类 我们主要说三大文类 就是散文诗和小说 当然还有别的吧 诗是比较隐晦度比较高的 然后它的那个所隐藏的意象 是有重叠 或者是我们在读它的表象 和在看它的里面所隐藏的那个意识 是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 我们怎么样子去 大概我这样子讲吧 或者我们读一篇小说 可能我们就像在看一部电影 或者读一个故事 读一个故事 我们在读一篇散文 我们可能在像看一个MTV 或者是看人家的日记 看人家的心情分享 但是诗可能它像一张照片 它拍的只是一个固定的画面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 它已经显示出来 比如说它的背景是一座山 它告诉我们那是说一座山 但是其实那个作者 他其实可能 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面 他不是要说山 对他可能要说山里面住着那一班原住民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 比如说像这样的意思 这样我们在尤其是在MTV的期间 我自己也写了大量的诗 我大概写了大概 我看有超过整八十多首诗 这样子每天写一首 我固定我自己 每天写一首诗诗诗行的诗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它大概成为我一个 像生活每天早上需要起来之后 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大概把它养成了一个习惯 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有的是时间 那个时候有的是时间 我觉得我越写 我就越觉得 我会慢慢的适应这种生活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会觉得 可能大家会问 诗是不是有需要了 有需要吗 有需要吗 我们诗 其实它在唐代的时候 到以前的中国社会 到现在我们所说的 这个发展中的社会 是它带来的整个 它作为一个文字传达的工具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主要来说 主要来说是 OK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智能电话出现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能还 不是太过去适应它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还摸不透它 我们还没有找到它那个模式 而且它功能太多 功能太多 东西太多 对 手指随便点一点滑一滑 可能就掉落到另外一个 然后又回不来 对 但事也是像这样子 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它 我们需要找到怎么去摸索它 怎么去看它 怎么去跟它玩 然后你就会觉得它也是很有趣的 是 而且就是建文 我想要请教你 因为我有几位学生 他们每天都告诉我说老师 其实我每一天都在写诗 我都把我的诗写在脸书 写在insta 写在现在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写推特了 所以这种网络化 网络时代这种通讯工具的流畅 会不会也是一种诗奔发的年代呢 他他所带来的这个这个局面 其实我觉得是有好有坏了 他的好处的是你写了以后 你几乎可以立刻就把它放上去 就是说你的读者可以可以立刻和你建立起一个一个管道来沟通 他也可以甚至可以在你上面留言跟你交流 直接是直接的 但当然他的负面就是这种直接 他可能没有经过了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酝酿 可能你写完了这首作品 他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去修改 或者是他必须要保存一段时间以后 他经过了一个时间移动以后 他可能会有一些 经过了一些事件的发酵以后 他可能你再去读他 他的味道可能会不同 所以写诗有时候就好像是在那个 酿酒 酿酒 或者是那个需要经历过一段发酵的过程 但是很多人又常说 他说诗是讲灵感的 所以灵感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赶快捕捉他 所以我曾经问过刘一碗 我说刘一碗你究竟还在写诗吗 他说诗还是要年轻的时候多写呢 OK这样子讲吧 年轻的时候的确你 我觉得那个不是叫灵感 那个可能是 我们时常都说写任何的文章都需要灵感 对我来说灵感它可能是你日常生活的阅读 长期的阅读和你工作和你面对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知识 包括所有的你读到的大量的资讯 所累积起来能够让你在心里面看到某一件事情突然产生的那种感觉 这一类东西我把它称之为灵感 就说你现在要我对任何的事物做出一个及时的灵感 我也能够做得到 就是把它当当做是一个即时创作 那你说它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吗 我也不觉得啊 它可能是我长期以来我就观察了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苹果吧 苹果我立刻对你来说可能你只联想到红色 可能我立刻会联想到它是一个手机 然后纽约是这样子 你看他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阅读的层面和一个生活的 可能牛顿对不对 还有我们可以延伸到很长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诗里面我所说的那个重叠的意向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一个很简单的资讯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某一样事情 我们不要立刻把它讲出来 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叙述出来 这就是文学它的美妙的地方 今天把林建文请上来 这是因为他们在办这个马华文学2.0 所谓的教科书上马华文学建赏班2.0 刚才建文也提到 其实赏文小说 它带给读者的直接的理解 相对而言是比诗容易入门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建赏的时候 其实诗歌是最需要有建赏的介入 欢迎你继续收听博士来聊节目 你好我是清柔 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除了有嘉宾主持廖超级博士呢 我们还有诗人林建文 而建文大哥的这个诗歌呢 我曾经就是在这个动地营的场车上面呢 就听过你念诗 然后今天呢 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可以跟你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交流这样子 尤其最近一次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那场在台北的动地营 那时候呢一个题目叫做诗在台上 而刚刚建文大哥有说 这个诗在台上的意思呢 其实除了就是在台上面展现诗歌之外 其实也是有诗在台北的 这样的一个意象在里面 你看短短四个字 就非常的有这个诗歌的创作的这个境界在了 那请问建文大哥 你在作为诗人呢 就是走上创作之路 这个诗歌对于你来说 在这个生活方面 或者是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嗯 其实我也写散文 不过我比较少写 因为我觉得散文哦 就像我的一个好朋友玲瓏他说的那句话 我很认同哦 就是散文你写一篇 就把你的记忆和你的生命掏空了一次 掏空了一次 写了以后就没了 然后我就 我和他都很喜欢写诗 我觉得诗比较像是记录我自己的生命 哦 多于我把我自己的生命把它掏空出来 做一次笔录哦 我觉得呃 于其我把它掏空 不如我把它记录下我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诗对我来说 是等于我的生活的 嗯 有点像你写诗就有点像还贷款哦 啊对对对对 每天还一点 一天还一点 一天还一点 千万不要把它还完 对 还完了以后就要数了 就就要停笔了 对 刚才我们就 刚才我们就说嘛 诗在台上 死在台上 这应该会是诗人里面 呃 想象中一个比较壮烈的画面 嗯 不过呃 剑文大哥这一次会来也是因为这个马华文学鉴赏班 您是这个主讲人之一 对 嗯 那通常在这个 我们说到诗的鉴赏 刚刚廖朝鸡博士在上一段也是有提到 其实好像这个门槛 如果比起小说比起散文 诗感觉上就比较高一些 就很多人 简单来说就会说看了诗 可能会有看不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呃 他其实诗 他是有分呃 很多种类型的哦 有一有一些诗 他是比较呃 呃 去呃 直白的 直白的 他可能通过他的题目和他的那个 呃 一句话 来让你直接感动哦 那一首诗呃 呃 就像那个陈黎的那个战争 战争交响曲这样子哦 呃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开始是冰 就是那个士兵的冰 然后断那个脚就冰 冰 到最后变成秋 这个是一箫诗 就是让我们去感觉那个战争的那个激烈哈 这种诗都是去让我们去看 然后我们去了解明白去感受那个战场上的那种激烈 噢 另外一种诗呢 其实呢 呃 是叙述的比较叙述的 他想通过他的 他所描写的文字 让你去感受某一些讯息 他想要传达下来的 比如说像动地影所 通常我们诗人朗诵的诗 或者是我们所写的诗 都是属于这一些类型的 可能等一下我会选一两首诗歌 来尝试朗诵和跟大家讲解一下 大概他里面的意思是怎样的 对今天把林建文请上来 就不是等一下了 现在就要做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上个时段 听到我们讲教科书上到马浩文学1.0 建赏班2.0 就很好奇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吗 而且今天我们难得把诗人给挖出来 那就请你线上来给我们演练一下 你们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建赏班的 是什么诗呢 其实我们的建赏班 一般来说那个诗歌的分析 我们都会分为几个部分进行了 主要我们通常都会邀请作者 或者是邀请那个 或者是我们自己会去朗诵这首诗 先朗读一遍 真的是朗诵 然后同事的话 可能我们会请一些朗诵的很好的小朋友来现场朗诵 像1.0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在全国四个朗诵比赛 德国冠军的选手来帮我们朗诵那个同诗 让大家可以了解在儿童的世界里面 那个同诗的味道是完全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做的这一个读中 比较倾向读中课本的呢 它是比较接近现代马华文学的 所以就我们会比较适合去朗诵这些诗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首是这个 刚好这次我们有有赏息到林京城的一篇散文叫做 榴莲送饭 榴莲送饭 老林送饭 这一篇散文 那我就不讲这篇散文 可能我找另外一首 林京城的另外一首诗 慢慢慢慢吃 慢慢吃来 节路一段朗诵给大家听 然后我大概讲解一下 这首诗它的背后所要讲的一些是什么 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么说 西门仔吃夜 给一句满满吃 一碗叉烧云吞面如是 一包纳西勒麦如是 一块鲨鱼鱼如是 长大后呢 我故意将双肩总起 等待外婆从童年深处 深出带玉琢的枯枝 微笑作壮地敲打着我的光头说 当然你也不明白的 慢慢吃到鸭河那么拌 你就不明白了 慢慢慢慢慢慢吃 一座山就吃崩了 慢慢慢慢慢慢吃 好 其实呢 这只是截录了这首诗 这首京城的诗的 慢慢慢慢吃慢慢吃 慢慢吃的其中一段 我们可以看到京城 他是比较写 最近这十多年来 他都大量的在写这个饮食文学 包括诗歌他也在写饮食文学 这个慢慢吃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他就说 他把记忆中的外婆 叫他说小孩子为什么要慢慢吃 就是怕等到嘛 对不对 所以要慢慢吃 但是他总是不明白 他外婆所说的那个慢慢吃 其实那个慢慢吃 就是要你慢慢吞 把那个食物慢慢的吃完 可以消化完 对不对 然后又可以完全的把它吃完 但是到最后他就隐喻 他最后一段他就隐喻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现象 是说慢慢慢慢吃 一座山你都可以吃崩它 然后慢慢慢慢吃 一条河你都可以把它吸干 这两个隐喻就隐喻出 我们社会的一些现象 就是慢慢慢慢吃 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我们的 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子的 他就直接用一个老人 就是说他记忆中的形象的 一个外婆和一个孙子的对话 来带出一个社会的现象 我们听的人 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 一开始的时候 那种亲情 他跟他外婆的对话 他不明白 他会跟他说 你没打 你没露 就是说你的历练还不够 你还没有看透很多事情 等到你看透了以后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慢慢吃 当然吧 你一下子就把它吃完了 你就哽到了 然后或者就是被人家发现了 对不对 慢慢吃就像温水煮啊 这样子就人家不会发现 所以我就发现到京城在做这个诗的时候 充分的融合了这个方言 母语 对 而且刚才经过建文这样的演绎 就让我们充分感觉到这首诗的节奏韵律 和他带来的一种就是声音上的一种呼唤和召唤 非常的感人 非常的非常的棒 我想这这我就充分明白了 为什么你们的剑伞班能够引起广大的朋友们的热捧 或者我再选择两读另外一首 因为这个慢慢吃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比较比较 那个文字比较简洁 我们想象可能没有这么深 我先选一首 这一次也是我们会选在这个 第2.0的这个我们会找的这个诗人的一首诗 它是尤川 大家应该都对尤川很了解 这一次我们在赏西班会赏西尤川的一首 很好很好 它写的很好的一首诗 叫做改写叶雅来接 我不准备在这边 就是因为我是那场的主讲人 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卖个关子 卖个关子 就是我们说带货 然后先要释放出若干的讯息 如果要来的话 这个才80块 不用怀疑马上付款 我们会有尤川已经不在了 我们会尝试一下去还原尤川的 朗诵的方法 有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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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会尝试说说看 让我们不同的人去认识和不认识 这个诗人去朗诵他的诗 会有怎么样的冲击 跟会有怎么样的想象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读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想象 这是我这里先卖个关子 然后我们就去期待这个 那个讲诗 是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来自于华文教科书的 马华文学鉴赏班的主讲人之一 林建文诗人 刚建文大哥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 林金城诗人的诗 那稍后回来呢 建文大哥还准备了另外一首诗 我们稍后来再跟建文大哥继续聊 现在听一首歌曲 有的是李雅为的《我们的纪念》 资讯迈动全天放送 谢谢你继续收听 博士来聊节目 你好我是清荣 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有的是嘉宾主持 廖超级博士 以及嘉宾林建文诗人 刚才那个建文老师 直接给我们演绎了一段 林金城的诗 还有他们在鉴赏班的时候 会采用的模式 马上就有听众说 啊结束了吗 能不能再多听一首诗呢 所以我看建文老师 你还是得再给我们演练另外一首诗 然后让听众们感受一下 原来诗歌的赏息 是可以如此的美妙的 好 刚才我说朗诵的那首 其实是金城的一首 它有一部分是用广东话来念的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 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机关很多 我们有些文字 我们当我们回去 比较需要用到香阴的时候呢 这个香阴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它的那个味道 要是你不用香阴朗出来 比如客家话 福建话的话 它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韵律的 比如说 这个福建话非常的美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跟大家朗诵一下 这个游川的这个青云亭 我们都知道青云亭是在马六甲的一座寺庙 很有名的 三百多年了 海宇宙新藏地 屹立在风雨飘摇里 无非是要向我的子孙诠释 我象征的意义 我精神的真谛 那碧灵的清真寺庙 当年一同见证过的历史事迹 如今 月发老气横秋儿 岛生激阳如析 神声呼唤牧民团结如衣 不像我 老太隆重 相呼了极 哇 很感谢青云的这个背景音乐 非常的棒哦 结合着这个 因为我们这是没有彩排的 完全就是集席 大家就 我作为一个听众在现场 然后老师就朗诵起来 青云马上就推出了一个 非常棒的背景音乐 整个气氛 然后整个画面 青云庭 觉得老师的文字 一段一段的把它这样铺陈出来 我已经有直接上的感觉上的触动 但是 理智上跟文字上的赏息 还是要请老师给我们点开 好 像这一首青云庭 其实我们都知道青云庭是 在马六甲一座超过了几百年的一座古厂 对不对 它是一座古庙 要是有去马六甲游玩过的朋友都知道 青云庭的那条街上有一间回教堂和一间印度寺庙 在同一条街上 这是几乎不可能见到的在现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在那个年代 其实所谓很敏感的宗教课题 其实是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的 对不对 就是不是那一回事 在这一首诗里面 它其实也写到 它说 你看在现在 我们这个青云庭的角色 它还要站出来扮演 去代表我们华人这个族群 比较起别人的那种 别的族群的那种合作精神 我们是不是应该 大家需要去检讨一下 在我们整个文化继承上 在我们对于整个华文 华人的运动的推承上 甚至到我们对于整个族群 难移的整个历史的传承上 包括我们自己的母语 我们的籍贯 和昨天我们刚好有在我们2.0 聊到的那个相应 就是我们寻清 包括我们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然后那个机关 然后你的名字上面 有没有那个我们族谱的那个问题 这种种都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很特殊的一块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2.0 这个来让这个读中的这个老师和学生 甚至到这个国中的这个老师 或者是这个学生 甚至到家长 甚至到广大的社会群去注意这个问题 甚至比如说我们昨天就说到这个读中课本 他会用10年 就10年里面这一些文章会有15万人会读 会读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15万人阅读了以后 能够激起最少这15万的以后的社会的华人 对于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难来的这个整个故事 和整个籍贯和整个历史的这个传承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听完老师这样的分享 我就要发挥起我的功能了 你们知道我带货是最厉害的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了这个老师的演绎 大家明白了 这个马华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2.0 目前在如火如荼的举办着 对啊 而且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拿到教科书的课本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看到印刷在纸面上的文字 他仿佛是禁止的 而且呢 可能也不太引起你太多阅读的欲望 因为教科书嘛 对对吧 如果你说课外读 还可以说根据个人的喜好 然后你去阅读 但教科书总觉得有点点是你强迫我读 但是大家可能不要忘记哦 为什么某些文章 某些篇章 某些诗 某些赏文 某些小说 被收入在教科书里面 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历史 甚至广义的哲学意义在里面 那这些文化历史哲学意义呢 就需要借由不同的渠道去把它展开 对 而我们这次非常的有福气 有马大中文系 还有作协 动员起我们的马华文学的作家群体们 还有就是学者专家们 我校当然是吴老师了 我自己只是一个爱好者 所以没有这个机缘 可以来跟各位分享 但是我觉得能够参与就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好 那我就要请老师再给我们提一提 这个马华文学2.0的报名的情况 跟这个报名的方式是怎么样 好 那这个马华文学建赏班2.0 目前 昨天晚上是进行了第一场 它还有四场八堂课的进行 我希望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可以来报名参加 关于这个报名的详情 可能大家可以上到脸书上去马达中文系的网页 做写的网页 甚至于大家可能可以打这个马华文学 教科书上的马华文学建赏班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特定的这个网书的这个链接 在那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链接 然后参加报名 是 而且呢 这个费用只有80元 对吧 而且我觉得 以刚才老师这样现场的演绎 到时候呢 老师也会在现场 做这个诗歌分享的时候呢 它的时段是几个小时啊 你到时候做的时候 我们是 从晚上八点半开始 从晚上八点半到十点半 每一次有两堂课 足足两个小时的分享 对吧 两堂课 然后有四个老师分享 每个老师是30分钟左右 你看我昨天 吴彦霖老师的那个开讲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350位了 对而这次你们限定只限定在500位 对吧 450位到500位 那只剩下100位了 对吧 那我觉得很快就要加场了 怎么办 其实我们做了1.0跟2.0以后 其实我们都可能要休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来去做这个课本了 去做这个 把这个 现场班转为这个 读本 我们已经在筹备着这个1.0的这个读本了 所以要是大家有兴趣 也是可以去购买这个读本 我们也需要休息了 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去参加剩下的这四场 活动吧 好 好